美国两党谈这个是纾困的草案,市场就上升了 其实都是归于一样东西,就是有水,放水,没有水,散水 由于是要谈一个纾困的方案,因此就即使选择预期 一是财政部,一是联邦储备局会放水 而特别在这个期间,由于是两个政府,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交界 在这个财政方面,即政府方面的纾困方案,似乎未必有很多 因此就需要是靠联邦储备局去到这个泵水 其实在上个星期,联邦储备局已经泵了六百多亿水到市场 因此美股是比较有一个好一点的表现 只能去到这个一月的时间之中,由于这个真真正正 如果没有了其他东西,特朗普不是搞花样 而真真正确确认到拜登上场的话 拜登由于他是一个老资历的参议员兼副总统 因此他很清楚知道整个美国政府的运作 他可以很容易地在这个二月已经有很多纾困方案出来 出现一个问题了 纾困方案而已,那你死了多少人 由现在到去到二月的话 我想美国每日死的人是不少 新增患冠状病毒人有不少 疫苗是将会生产不少,不过是将会生产不少 是未有生产到足够疫苗之前 我估计美国方面都会是死人不少 病患者不少,缺水不少 因为去到这个月底 估计在纽约方面有80%的酒店是需要结业的 其中包括了已经结业的 就是纽约的在这个方面 有一个是Hilton 以及有间是1924年的罗斯福酒店 他们都要结业 这只是反映一件事 的而且确,美国疫情很严峻 对于股市方面的影响是怎样呢? 股市方面就是有希望 有盼头 有少少的波动 不死得下去 因为大家都知道死不下去 死不下去的话 因为你死了下去,沽很多的话 就会出现到有一个人 人家是这个是这个 到二月一回生就不行了 不过去到十二月头一两个星期 很多的基金应该是会要沽股票 来到籌集现金去派息 或者预计给人缩回 因此在美股方面 就会出现一件事 疫情很严重 沽股票短期会有 即是十二月头一两个礼牌 即是长期又会觉得 钱又会有泥 又可以有到活水 因此美股也应该是一个 不生不死的情况之中移动 至于这个 为什么会讲讲物管股呢? 现在的时期 物管股是很以气风法 直到最近的时钟 物管股大部分都会回调下来 原因就是你炒得过籠 长远来看 中国物管股是有值得吸纳的价值 问题就是去到什么位置可以有得吸纳 因此今天就将几个重要物管股 都讲讲它们的吸纳 恒生指数 现在都在264附近是移动 基本上是属于沉顶的格局 即又不是沉得了 因此就会升下跌下升下跌下 上面的阻力在266 至到270左右 而下面的支持就是263左右 那特别是如果它是跌穿了 这个是263的话呢 我们会找得到 就是说 那个指数 是会继续向下移动的 是彩生活1778 现在造价是大约3.8 那基本上的趋势 都是在这个是沉顶的底 那 策略方面 我们就觉得可以在 现在的位置是吸纳 大致上的阻力 上面是4.2 支持位是3.6 那应该是可以向4.2 那边是推进的 因为它去到保力加通道的 是中族日线图上面说 就是说 2669 中海物业 基本上是一个大调整 而且调整 是未有可见得到的 是止跌的情况 现在它的造价是4.8 上面的阻力是5.8 真估计它可以是 滑到3.8 今天谈及的几只物馆股之中 似乎只有六成服务 2869 走势比较好一点 在周线图上面 它应该在保力加通道的 在底部移动 而在日线图上面 它应该已经升穿了 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向上族方面移动 因此 我觉得它应该可以 在上面的阻力 暂时是9.1 下面支持是8.6 上跌了应该看到是9.5 如果有跌穿了8.4 应该要稍稍想想去止蝕 3319 雅雅生活 在周线图上面 它已经试过 保力加通道的下支持 现在就向保力加通道的中族位 是移动过去 在周线图上面 在日线图上面 它应该已经升穿了 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在上下浮沉 希望下一转 是有机会 向上面 32.2 左右 进发 即是上面的阻力 大概是36 左右 是可以考虑吸納的 6098 是碧桂圆服务 在这里 它刚刚在周线图 保力加通道 下破了中族位 因此 它还会继续向下沉 沉底 日线图上面 已碰到保力加通道的下支持 它应该会向打滑 或者继续下滑下去 整体来说 它们的支持位 上面是49元的阻力 下面支持位 就是38元左右 估计它应该会向38元出发 1432 聖木 聖木曾经被 魔牛行使了 它的认股权 因此 就等于 魔牛买入了聖木的一些股票 现在聖木在周线图上 它去到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受到支持 就回升 要看看它回升得有多少 目前来说 走势是比较良好的 在日线图上 我们看到它升破了中族之后 它连续有几日的上升 到现在这个阶段 它应该有少少整固 可以考虑 在6毫3左右去吸纳 但是 在上面 大约是8毫指 因为这个股票波动是比较大的 我说 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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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